随着生活压力增加,多数不良习惯也逐渐形成,随着年龄增加,一些人会感到腰部出现轻微的疼痛,通常会认为只是生活中太过劳累而不去在意它,直到某一天突然发现疗痛的自己弯不下腰,甚至联系携带都要别人帮忙,才真正重视到自己的腰痛,患了腰椎病。 但由于早期的不在意,致使这种病情越来越严重,腰椎病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,生活中多种不起眼的小事,都会导致腰突一,负压增加,众多腰突患者中都会出现在发病前负压增加的情况,日常大喷气,用力咳嗽,病气都会使负压增高,因此而破坏了腰椎之间的平衡状态, 因此而导致腰椎病的发生。 二,腰椎不正,办公族,司机甚至一些搬家公司的经常处于一种姿势,是腰部所承受的压运是品尝的好几倍,腰部肌肉一直处于一种紧绷状态。 长期下来,腰椎老子文严重引发一些另问题。 三,突然负重,当腰部没有预防的时候突然承重,很可能会引起腰部扭伤,同时也会破坏椎间盘的稳定性,引起碎和突出,因此日常生活中,搬东西要多加注意。 四,身高体重,身高过高,且较肥胖的会给腰椎带来极大的压力,尤其是腹部脂肪过多时,椎间盘就会超重负荷,人体前趋势会使腰椎发生错误,导致腰椎病的发生。 所以说重量就是压力,一定要注意饮食,防止过于肥胖,患有腰椎病不仅仅是腰头这么简单,还会引发一系列的并发症腰部疼痛是腰椎病最明显的症状,但在其疼痛的时候还会引起其他并发症,比如租骨神经痛,下症麻木发冷。 一,中医高贴,高贴因为其独特的耐病外治的机制和几千年的疗效验证,被医学界越来越重视,临床中经常使用的七屋通贴,从明大传承至今,由至草屋,穿胸,毒活,等十几种中草药纯手工而至成膏,通过皮肤渗透直达患处,有效避免了口服药物对肠胃的损害。 二,绝对卧床休息,腰痛患者因卧床休息,不可以进行任何运动,卧床休息三周后可以使用一些保护措施下床活动。 三个月内不能弯腰齿悟,腰椎病带来的危害越来越大,日常预防成了首当其冲的事。 那么,生活中有哪些小事,有助于腰椎疾病的预防呢? 一,防止过度劳累,腰部成压过重,造成腰部肌肉劳损严重,韧带关节受到损伤而引发腰痛,因此,避免过度劳累也能有效预防腰椎病。 二,防止受凉,腰部比较敏感脆弱,受到寒潮袭击就会出现问题,时间一长,就容易患上腰椎病。 因此,生活中要做好腰部的保暖工作,防止受凉引发病变。 三,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,有良好的饮食习惯,保持正确做粒子,同时还要做好腰部防护避免腰部外伤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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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